十二港人案 其中八人在内地复刑完毕 移交给香港警方跟进 关注组织批评 警方从来没有向家属交代移交安排 移交给香港警方的八个人 分四批先后抵达天水围警署 其中一个人抵捕之后 大约二十分钟再被压上车离开 据了解涉案人士会被送到 有关案件所属的警署警署扣查 有家属就到警署外 希望他们知道 家人一直等着他们回来 消息指最早抵达天水围警署的 是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軒 他在本港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 社勾结外国或境外社力罪被捕 警方国家安全署高级警司李桂华 也有到场 连同李宇軒经深圳湾口岸回香港的八个人 还包括郑梓豪、闫谦、张敏玉、张晋库、 王伟賢、李子言和郭子麟 深圳市公安严田分局说 他们在内地刑罚完毕、刑本释放 依法遣送出境 香港警方就说 接收了八名介乎19至31岁的男儿犯 他们涉及六宗案件 其中一名30岁的男子 涉嫌干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其余的人士就被控暴动 製造炸药、串谋意图中火以及襲警等 由国家安全署及商业罪案调查科等跟进 警方从来没有跟家属去作出任何的交代 究竟今天是几点进行交接 哪里进行交接 之后会送去哪个警署 只不过是家人想见一见他们的儿子 有什么神秘 要一直都不跟家属交代清楚整个安排 我们不能理解 10点第一个过来 到这一刻华已经交接了 但是只有一位的家人收到儿子的电话 律师要去找他们逐间逐间警署去查 去问究竟他是否在那间警署才能找到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人大常委会将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开会 审议有关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 全国人大今月11日通过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授权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然后由特区政府修订本地法律 新华社报道 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会已决定 人大常委会将在今月29日和30日 即下星期一和二开会 审议有关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 报道引述人大常委会法公委发言人庄铁惠说 这是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相关立法职权的重要举措 不同实际行动 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维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确定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 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 推动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证实常委会将会在下星期一和二开会 他早前曾经说预计常委会将会讨论 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一些细节 包括由选委会选出的立法会议员 到底会占多大的比例 以及功能组别会不会继续分团体票和个人票等 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军报道 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7宗是本地个案 2宗源头不明 累计11397宗 初步确诊的88岁退休28 今个月8日至14日 都有去啟田商场的潮福龙虾专门店饮早茶 这里之前都有两个食客确诊 他们都是在今个月10日去过晚线 卫生防护中心说部分职员正接受检疫 在8日起到过这间食肆的安心出行用户 都会收到讯息建议他们做检测 初步确诊那位个案 我们还在了解究竟他什么时间 初步就知道他早上去 但其实另外两位个案 有没有早上一起去过 或者这位伯伯会不会晚上都去过 或者其他相关人士会不会有些认识 这些我们还在了解 我们了解了究竟他们有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资料 不是说问得很清楚 那位伯伯的记性也不是太好 他表示其中一宗早前确诊的患者 和伯伯一样住在平田村平线楼 但单位座向和楼层不同 伯伯今天凌晨送到联合医院 在急症室同一病区的男病人 因为没戴好口罩也要隔离检疫 七宗本地确诊有两宗未找到源头 包括一个住在牛池湾 晓辉花园的52岁女人 她在茶果嶺 一个土木工程托展处的地盘做文员 上星期三开始不舒服 星期五最后一天上班 每天去做检测 她在六号的时候也做过一次检测 当时结果是阴盛 地盘大约100个工作人员要检测 部分要检疫 患者上星期五去过 油堂大本营的Grove Cafe 最近也有去过彩云商场 桃园制作粽面餐厅 另一宗源头未明个案 是住在小西湾村瑞乐楼的 兼职的士司机 她对上一次开工是上星期三 平时主要在家里吃饭 她在南湾半岛交更 车牌号码是LE-7673 8日至17日 坐过她的士的安心出行用户 会收到通知 其余五中确诊 就全部和Ursus Venus有关 群组至今有147中确诊 香港电台记者朱锡君报道 俗语说不怕生坏命最怕改坏 可以想象到改名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多么重要 除了人名 地方名 街名 都有人废尽心思命名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几年前决定搬离伦敦市中心 搬到去东伦敦Tower Hamlet 陶尔哈姆来池市的英国皇家造弊厂旧旨 快要搬了 市的市议会就计划将大使馆新子的周边街道改名 来迎接大使馆 上星期三 以市议会通过决议 考虑将中国大使馆新子周边的地点 改名为天安门广场、维吾尔园 香港路、西藏山 又或者是纪念已故 諾贝尔和平奖得主 劉晓波的晓波路 疑案说这样做是想声援有关地方和人事 和支持那区的自由和多样化 提出疑案的自由民主党市议员Rabina Khan 拉比纳汉说 欢迎中国大使馆搬入这区 但同时也会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疑案又表示 他们各市欢迎想前往英国生活的香港人 指那里过往有不少逃避政治打压的人居住 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英国公民 如果大家还记得 新型肺炎爆发初期 因为在内地武汉最先发现较多的个案 媒体普遍都叫这种新型肺炎做武汉肺炎 不过过了一阵 内地开始有不少舆论反对 说以武汉来命名是歧视 后来世卫正式将它命名为COVID-19 意思是2019年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当时强调 命名的时候不会特定指向某个地理位置 人类个体或者群体避免污名化 到了去年年尾 英国最先发现变种新型肺炎病毒 多个国家随即向英国封关 各地传媒普遍都叫它做英国变种病毒 甚至是以最先发现变种病毒的肯特棍来叫 肯特棍变种病毒 连英国媒体也是这样叫 其实这些变种病毒都有学名 英国变种病毒也可以叫做B117 但就很少人这样叫 自然也很少人知道 有网民就问 为什么没有人说这样叫法是歧视 对于英国变种病毒这个名 在英国不见有明显反对声音 后来不同地方的变种病毒 也都普遍以发现的地方来叫 例如是南非变种病毒 巴西变种病毒 也都未见有人提出抗议 不可能一个名字怎么去改 是否贬异 有没有歧视 都可以好主观